外面中这台就是英国挑战者二号主战坦克 英国日前透露除了军援坦克外 也会一并提供乌克兰平化又穿甲弹 不了消息一出立刻引来俄国痛骂 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平右弹用不得 还把这款弹药跟核武器做连结 美国认为俄罗斯反应过度 平右弹指的就是用平化又制成的弹头 由于该成分密度是牵的一点七倍 有绝佳的穿甲能力 不过平化又因为是核燃料制成中的副产物 还是存有争议 但他同时又因为放射性毒性都没有达到标准 国际法上并没有规定禁用 尽管如此俄国还是认为 提供给乌克兰平右弹 就是想让俄军种族灭绝 平右弹最早曾在波湾战争 两者间是否真的有关又没有明确答案 但这个话题还是让俄罗斯捡到枪 连白俄总统卢卡申科都加入痛骂 但他最后拐了湾又暂时老大哥 普清和习近平 国际原子能总数过去的说法 也认为平右弹尽管不算核武 但还是有一定的化学毒性 联合国实际上也建议最好不用 铁开争议但要乌克兰早获得各式军援 光是美国承诺的援助 已经高达768亿美元 包含人道财务保安等等 当中军事类别就达到466亿美元 占整体援助的六成之多 另外根据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资料 全球至少有42国军援乌克兰 第一名不用说当然是美国 其次是英国 德国和波兰 加拿大 荷兰 法国军援数量 也名列前茅 至于乌克兰最想要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渴望加快到手 美国五角大厦虽然没有透露时辰表 但已经开始训练乌克兰士兵 还说他们学得很快 英国王族威廉也以行动力挺乌克兰 周三他惊喜现身波兰与乌克兰边界的军事基地 亲自向驻守的军队表达感谢 威廉王族也拜访该地的难民营 并和乌克兰儿童一起打乒乓球 亲切交谈 只是对于提供平右旦的争议 英国方面目前暂时没有多做回应 北新闻综合不到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开启小铃铛